就過來就過來 這顆雞蛋大的小饅頭 不只是小饅頭 加了創意 美味跟造型都加分 當然要先拍照 PO個炫耀文 饅頭搖身一遍 成為療癒系的小點心 得先拍照 手機先吃 人再吃 很像那個牛奶 炸得也滿綿密的 然後我覺得它 有點鹹甜鹹甜 小小的一顆炸饅頭 華麗變身美美的 夾著滿滿的卡士達跟乳酪 上頭還淋了些煉乳 以熱量來說 是邪惡小點心 但是炸饅頭的味道很香啊 都非常讚 它的麵皮 整個饅頭的話 也炸得非常脆脆 創意炸饅頭有六種口味 每天還會有 隱藏版的彩蛋給驚喜 有的驚喜是老闆給的 有的是消費者 自己製造的 男友為著吃 感情加溫 感覺加分 吃起來就是多一層 那個很刺的感覺 療癒系小饅頭 先油炸再加料 這想法其實因為 原味饅頭沒賣完 太可惜了 那時候可能就賣不完 他說 丟炸很浪費 什麼 丟到油鍋 他說 其實炸的味道很不錯 才會開始炸一系列的炸饅頭 不只是小饅頭賣萌 另一家大饅頭也很有份量 先拍一張再說 3 2 1 這饅頭吃的不只是美味還是回憶 饅頭炸到金黃酥脆 再加上經典台式口味 百吃不厭 碰碼口味 臭肉饅頭 就是剛剛好 不柴不油不膩 一個接著一個吃 老闆娘說20多年前開始做饅頭 還有紅豆包 咖哩包 有人建議多些變化 他們開始試著先炸過 然後比照胡咬豬 加控肉 花生粉 再加酸菜解膩 意外成為招牌菜 一種是外酥酥 然後裡面內的 只要吃油炸香的話 就會像饅頭這樣炸過的 那外皮就是像金黃色這樣 就是有點像掛包的做法 裡面還有那個花生粉 跟酸菜會解膩 饅頭裡面的控肉 是台灣溫體豬五花肉 大火煮20分鐘之後 再金燉一小時入味多汁 花生粉調味 酸菜解膩 層層的口感在唇齒間散發出來 這美味似乎看著相片也要流口水 手機先吃 肚子也滿足了